阿雅6月在美国生下女儿Eva 初次当妈的阿雅常在微博分享她与女儿的萌照 今天9月17日 她一脸晒出三张照片 两个度约大的Eva头发浓密 神韵还像极了她 先前的照片大多都是躺着拍的半身模样 这回出现全身照 小编猛一瞧觉得Eva长大好多啊 阿雅也告诉小编 她现在天天轨驴运动 目前已经瘦了5公斤 希望瘦回产前47公斤 预计今年年底重返演艺圈 而且已经有奶粉和婴儿车广告找上门楼 优酷群了 女儿好萌啊 台北报导 阿雅6月在美国生下女儿Eva 初次当妈的阿雅常在微博分享她与女儿的萌照 今天9月17日 她一脸晒出三张照片 两个度约大的Eva头发浓密 神韵还像极了她 先前的照片大多都是躺着拍的半身模样 这回出现全身照 小编猛一瞧 觉得Eva长大好多啊 阿雅也告诉小编 她现在天天轨驴运动 目前已经瘦了5公斤 希望瘦回产前47公斤 预计今年年 阿雅6月在美国生下女儿Eva 初次当妈的阿雅常在微博分享她与女儿的萌照 今天9月17日 她一脸晒出三张照片 两个度约大的Eva头发浓密 神韵还像极了她 先前的照片大多都是躺着拍的半身模样 这回出现全身照 小编猛一瞧觉得Eva长大好多啊 阿雅也告诉小编 她现在天天轨驴运动 目前已经瘦了5公斤 希望瘦回产前47公斤 预计今年年底重返演艺圈 而且已经有奶粉和银耳车广告找上门楼 又酷群了 女儿好萌啊 台北报导 阿雅6月在美国生下女儿Eva 初次当妈的阿雅常在微博分享她与女儿的萌照 今天9月17日 她一脸晒出三张照片 两个度约大的Eva头发浓密 神韵还像极了她 先前的照片大多都是躺着拍的半身模样 这回出现全身照 小编猛一瞧觉得Eva长大好多啊 阿雅也告诉小编